美国空军的飞行表演队雷鸟队 周六下午 为拉斯维加斯地区的所有医护人员做了一场特殊的飞行表演 美国空军的飞行表演队雷鸟队 周六下午 为拉斯维加斯地区所有医院的医务人员做了一场特殊的飞行表演 向抗击中共病毒的医务人员致敬 25分钟的飞行表演中 战机在500到1000英尺的高度 以每小时450英里的速度飞行 战机之间的距离最近时只有3英尺 这也让宅在家中的拉斯维加斯山谷的居民相当受鼓舞 虽然之前要求居民不要离开家看表演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驱车去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广场等地方观看 雷鸟队在推特上向医务人员致敬 向我们国家抗击中共病毒的前线医护人员和急救人员致敬 他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为美国带来鼓舞 今天很荣幸能为他们飞行 到目前为止 拉斯维加斯所属的内华达州 确诊2700多例中共病毒病例 其中107人死亡 新唐人记者刘海英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